身為立法委員 我們另外一個重要的職責 就是要監督行政權 那我個人 只能夠說 所謂的新內閣的名單到目前為止 真的 讓人非常非常的失望 事實上 他所展現出來的是 如果說 連陳金德那樣子 利益 迴避沒做好被彈劾過 都可以擔任 要確保公共工程廉政性的 工程會的主委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民主進步黨那個清廉勤政的招牌 是不是要先拆下來 陳金德在這個地方 在宜蘭這個地方 在中有董事長任內 任用了多少私人 透過裙帶關係 進入中有 我上一屆在國會的時候 我已經質詢過 中有也好 陳金德也好 連回都不敢回 沒有關係 等到陳金德 如果 賴清德跟卓榮泰 還是決定要用他 那他也是要到立法院來背詢 我們到立法院的時候 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到時候的主委陳金德 一個國營事業的董事長 這樣子用人 到底符不符合 我們這個國家 所謂的用人為財 所謂的利益迴避 相關的準則 我覺得林俊憲委員他真的應該關心的是什麼 以清廉致詞 反黑金高標準的 賴清德主席都已經喊出來了 結果 他還跑去 跟因為台南市政府議長 會選案起訴的 邱莉莉林志載 一起出來推郭國文出來參選 台南市黨部的主委 這是哪門子反黑金的標準 林俊憲作為賴清德的大弟子 是不是懂得其中的奮記啊 當初賴清德在當台南市市長的時候 那個標準是什麼 那個標準是起訴啦 就應該什麼 就應該請辭啊 邱莉莉 林志載到現在還賴著不辭啊 然後他的大弟子林俊憲還跟他們兩個站在一起 我真的不知道 賴清德反黑金的招牌 是不是要拿下來直接給砸了 當初賴清德呢